掌声有请我们下一组同学登场 有请 哈喽 来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朱军老师的学生曹丽 大家好 我是杨宁明老师的学生杨子腾 子腾现在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漂亮 特别好 来 曹丽 今天和子腾一起给大家带来哪首歌曲 祈祷 那我想问问 这次子腾 你觉得两个老师怎么样 我感觉朱军老师很聪明 什么都会 你呢 我觉得杨宁明老师特别可爱 也特别活泼 唱歌也非常好听 谢谢 那老师在课堂中就教你什么了 朱军老师教了我们天文课 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叫祈祷 那这首歌呢 其实原本是一首日本的民谣 在1975年的时候呢 汪秉荣先生在自己50岁的生日的时候 改编了这首歌 送给他的女儿汪倩 那两位小朋友 说说你们对这首歌的理解 有一句句句词 有一句句不理解 歌词不理解 哪一句词 让地球忘记了转动 四季少了下秋冬 其实我在第一次看这个歌词的时候 我也不是太很理解 也不理解 对呀 我说因为地理学的也不太好 你看这个地球呢 围绕着太阳在转动 转一圈是多长时间呢 三百六十五千 对 对了 是一年 一年 当围绕太阳转动一圈 就是春夏秋冬 所以当地球没有了公转 也就没有了春夏秋冬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其实这首歌整个的愿望 还是希望人类充满温暖 阳光普照 没有黑暗 没有阴冷 那就像你们小朋友内心 对这个世界美好的愿望是一样的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 叫成功永远在 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啊 四季烧了下秋冬 让宇宇宙 让宇宙关不了天窗 叫太阳不惜冲 要宇宇宇宇宙 要欢喜代替了爱痛啊 微笑不会再害羞 让太阳不惜冲 让时光动啊 让时光动的爱去倒流 叫青春不开流 让我们从开始去趟 恍惱快乐健康六四方 让世界找不到 黑暗幸福相怀太狂 让我们想希望的重量 多少祈祷在心中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 教成功永远在 教成功永远在 好 孩子们的歌声从心底里流淌出来 很自然很自然 这个就是一种力量 足可以打动我们的一种力量 所以我深信 祈祷的力量是巨大的 爱的力量是无限的 所以也希望这首歌 或者说这样一种力量 能够感召更多的人 让我们一起齐心协力 期盼我们的明天更加美好 期盼我们的祖国 更加繁荣畅生 我听完演唱 我问问各位老师 心中还有没有类似于 像祈祷这种充满了希望的歌曲 我知道有一首《我相信》 我会唱 你会唱来吧 预备起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在热落的海边 在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爱的无关灵 轻轻地碰着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干 这颗心永远是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我相信满地平线 也不再孤单 是谁想 لي 你太太变了 我相信你